你不是今儿饭馊了就不吃了吧 你不知道有的菜它就是馊了才好吃 你比如臭鲑鱼 得臭了才好吃 还有那毛豆腐 都是诚心割坏 我们的酒文化是个非常强大的一支 你从这个青铜器中就可以发现 这个礼器排第一 那么酒器就排第二 你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尊 胡 爵 乌 公 智 夹 剑等等 这些都是酒句 我们说公愁交错 那公就是分酒器 人类喝酒的历史很长 只要有文字记载就开始就有酒了 你比如我们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 《殷本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说这昼王 肉林酒池 那时候那酒句都大 你看看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古代的酒句 你就知道那时候有多么的大 这酒杯 这造型库 跟今天的大玻璃杯没啥区别 我最早看见这东西的时候呢 我都怀疑这是不是那个时代的 这是战国的 我先告诉你们 2500年以上 那么直到呢 杭州啊 这个出土了一个水晶杯 跟这个造型一模一样 我们才确定了这东西就是战国时代的酒杯 这酒杯 喝啤酒啊 酒量小的估计也能喝大了 那喝果酒就甭说了 古人用它是喝水果酒的 酒聚啊 在中国的青冬器中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这只是其中一件东西 因为造型独特 所以我才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你们欣赏一下它的曲线之美 古人喝酒啊 我们先找证据 我们现在目前可以找到的证据 是河南省贾湖村的一个 新时期时代早期的一个遗址 这里头呢 有 十几个陶罐 距今有多少年呢 距今有七千年到九千年 这些陶罐里装的是什么呢 是应该是残酒 这个酒呢 有可能是用大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 那么最可靠的证据是什么呢 那出自于古埃及五千年前 五千年前古埃及就有葡萄酒产生了 它有详细的图画来证明它有酒了 开始酿造酒了 我们小时候啊 最喜欢喝的酒啊 是果子酒 水果酒 第一 我小时候啤酒没像今天这么普及 第二呢 白酒又是烈性酒 不让孩子喝 所以我们小时候最爱喝的酒就是葡萄酒 再有一个酒呢 叫桂花陈酒 特别的甜 我那时候当知青啊 一人能弄一瓶 一口就干了啊 那时候也不知道酒量怎么那么好 不能喝酒的人特别受人欢迎 因为你可以把它的酒喝掉 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的葡萄酒 肯定是甜了不好 可我小时候那葡萄酒是越甜越好啊 跟甜水似的才好喝呢 那白葡萄酒就不行 特别淡 喝着没什么味儿啊 酒量啊 是我们每个人的 一个喝酒的一个标准 有的人是沾酒就红脸就醉 有的人是喝多少都跟没喝一样 我们人和人喝酒的这个酒量差异是非常大的 所以酒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当我们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心快的感觉产生 所以小饮啊 小醉 宜情 大饮大醉 就无事 古人啊 都认为这酒啊 是有药用的啊 确实酒是有药用的 因为它可以治愈你的抑郁啊 古人抑郁不抑 我不清楚 不然是金人经常抑郁啊 这酒一喝美了就高兴 一不喝酒抑郁啊 那么我们这个酒是这样啊 酒字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油字 一个三点水 一个油字 这个油呢 是一个气敏 是装酒的气敏 所以凡是跟油字相关的字 都跟酒有一定关系 比如咱们随便说个字 醋啊 醋就是酒 酸了就是醋 醉啊 喝大了就是醉 你比如说的油的气敏 我们今天医学的一字的繁体字底下也是一个有字 可见那个一啊 这医药的医药部分 这医药部分 跟这个酒啊 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本草纲目就说嘛 酒可以利尿排毒活血化医啊 其实都不用这个本草纲目说 我说也是这样啊 他一定利尿 啤酒喝多了 没有不利尿的 中国人喝酒的酒具啊 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超大个儿 古人啊 你看青铜的菇 啊 智杯都比较个大 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较注意礼仪的 它是周礼形成以后才出现的 这种酒杯呢 就叫商 商呢 由于两边有两个耳朵 所以也叫耳杯 关于商的诗歌很多啊 你像这个李白的 这个风吹柳花满电香 无稽压酒劝克长 金鸣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进商 就是送人的和走的和不走的啊 都把酒喝干 你比如杜甫的诗啊 杜甫的诗叫 主称惠面男 一举累时商 时商亦不醉 赶子故异常 这个商是什么呀 商我先给你们找一个来看看啊 这是著名的宇商 耳杯 中间呢 很细的 镜头推上去 你们就能看清楚 这种叫游丝苗 战国到西汉的时候 游丝苗 游丝雕都非常的流行 这个游丝呢 真的细弱游丝 但是它是用漆化的 漆化的有难度啊 我们都知道漆是很粘性很大的 如果你这毛笔掌握有一点点不好 它画的就是有粗有细 没有办法画这么细 但这工匠就居然能把这个图案画的如此的规矩 如此的细腻 蓝平集系 王羽之就说了 此地有崇山禁旅 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集团用在左右 引以为流商取水 流商 就是把这商搁在水中 列作其次 虽无私主管弦之盛 一商一勇 一族一畅续忧情 所谓一商一勇 就是我拿着这一个酒杯 飘到我这了 我就要做一首诗或者一句诗 然后才能把酒喝了 你看 古人就非常讲究这种仪式感 所以当羽商杯出现了以后呢 中国人 中国古人 开始喝酒有仪式感 注意看 羽商杯一定是双手之杯 我们到今天 你喝酒去 如果面对长辈 面对身份地位都比你高的人 你去敬酒 一定是双手之杯 即便你今天拿一个普通的玻璃杯 你也要另外一只手跟上 表明尊重 这就是源于我们羽商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的饮酒文化 不论你使不使用羽商了 你还依然跟这种文化有关联 就是双手之杯 那么古人喝酒呢 要添点情绪干什么呢 就要制头子 我们俗称制骰子 我们今天的骰子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今天的骰子都六个面 一到六个点 你看这骰子多少个面 这是个玉的 这有十八个面 你随便一制 它就是十八分之一 这个概率就比你六个点 要难得多得多 我看我现在制上去 这最大的 好厉害 这制了个十三点 算大点了 这上面最大的点呢 是十六点 其中呢 有两个汉字点 一个呢 叫九来 这点最小 你制上了以后 你就得喝酒 还有一个是骄 最大的点 骄傲的骄 你制到这点 你就可以傲视同柴了 因为你制一个骰子 你看这么一制 你能够跑到 十八个点最大的点 那真的是足以可以骄傲 有这种头子 这东西念头子 你可以叫骰子 它就有绸 有九绸 九绸上写什么都有 你抽到这个 有可能说 你抽到这个 说临座喝一杯 你抽到以后 你看你隔壁这人 喝一杯 有的是对座喝三杯 连饮三杯 这就过去酒绸上 经常这么写 这是读书人 为助酒性 想出的一些招 比如白基玉 就有诗说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之当酒愁 就这个意思 你看西香记 《红楼梦》里 又关于酒的酒令 酒愁的描写非常多 不像现在 现在喝酒都是什么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 甜一甜 这种很恶俗的东西 中国古人对这些事情 都是做到惊觉之处 你光看一个玉的头子 你就知道 这十八个面 代表了十八个情绪 从一到十六 有一个酒来 一个交 其实你真的要 投中一个酒来 也没那么容易 十八分之一 我们要知道 喝酒是一个平天乐趣的事 它忌讳两件事 第一忌讳 伤身 喝吐了就伤身 难受 喝大的好几天起不来 第二忌讳什么 忌讳惹事 有人不喝酒不惹事 一喝酒准惹事 所以喝酒这两件事 一定要控制住 一个人的酒得好不好 其实就这两件事 一个是你能不能控制自己不伤身 一个是能不能控制自己不去惹事 如果你喝一顿酒 自个伤了身 还惹了事 那你就属于那酒得不好的人 所以喝酒有禁忌 我们大过年的 可以小饮 移情 千万不要大饮伤身 我们这一讲讲喝 讲饮品 先讲了酒 那我们马上要讲什么呢 酒喝大了胃里不舒服 喝点什么舒服 喝点汤就舒服 喝完汤就别提多舒服了 汤是中国人们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 仅次于酒喝茶 我们把东西先收起来 我们再看看 中国人怎么喝汤 你说你喝汤拿什么东西能让我看呢 你拿出来盆看着没什么新鲜的了 我先告诉你 喝汤它得有喝汤的工具 你瞧瞧 这勺 见过这么漂亮的勺吗 这喝汤弄的 捞汤里的东西 我把这勺都给你拿出来 让你们看看 各个时代的 哎呦 看看 银的 多漂亮 上面全部都是文饰 银的 前面那是铜的 再给你们看一个更邪乎的 看三件 看三件就说明一问题 没有这个好久没见了 这大汤勺 这个是辽津的 辽津时期的 你看我把这三勺搁到这的时候 我就想这话题就有意思 中国人喝汤 不仅仅喝汤 有时候还要捞里头那绸的喝 吃 你看一没有 这是战国时期的 距今两千五百年 这是唐代的 距今一千二百年 这是辽的 距今有一千年了 你从体量上讲 你从体量上讲 这漏勺 是自己用的 自己喝汤用的 盛东西 里头可以把里头 煮烂了的肉渣子全捞出来 看到了吧 但这一勺 就是给别人盛了 这得有用人了 这个炒饼啊 是弯的 是弯的 我一开始认为 这饼是受伤了 是变成弯的了 后来我发现在 其他博物馆里 看到过那个炒饼 也是这么弯的 那我就试了试 我想了想 可能是古人 就这么弯着捞 比较好捞 比较好跟人布菜 漏勺 漏勺是什么呀 我们今天漏勺就是照理 这个鸭嘴的银勺 非常漂亮 上面都带有文饰 你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 中国人喝汤有多么讲究 外国人喝那汤不成 外国人喝汤 为什么不成 他拿那盘子一盛上来 我就觉得不成 中国人喝汤 一定是大汤碗 汤碗身负的 外国这种浅盘子 让我们喝汤 这意思就差大了 喝汤这事 这北方人跟南方人 没法竞争 尤其广东人那汤 我是特别服气 广东人的话就是 没有什么事 是煲汤解决不了的 所以能够你上了火 你身上有毒 排毒 去风寒 去湿 有汤就成 这按理说 这北方寒冷 北方人才应该喝汤 那为什么北方人 他不怎么喝汤 而且北方人对汤是不重视的 北方的叫什么汤 过去我们吃完饭 鸡蛋西红柿汤就算汤了 六缝用的 过去北方人吃饭 四菜一汤 六菜一汤 八菜一汤 十菜一汤 全是最后那一汤一上来 这席就算完了 但南方人不是 你看啊 北方早期啊 你看这个南北朝时期的 秦明要素里就有关于 这汤羹的这种制作方法 可是不是知道为什么北方人呢 就后来喝汤的很少 可能把这个记忆给传到南方去了 南方人是干嘛呢 南方人吃饭上来先喝汤 就是这些年慢慢我们已经习惯了 过去不习惯的时候 你这一吃饭先喝汤 就不知道这饭让不让吃 因为北方人告诉你喝汤是最后一道了 南方人这汤啊 讲究包出来的汤啊 这个各色各样的汤啊 有的汤里内容特别多 绝对够一顿饭 先端上来 让你尝这汤啊 这种东西啊 这种漏勺 一看这漏勺 就知道这汤里的东西丰富 古人啊 至少在战国时期 在辽金时期 这汤一定是非常丰富的 这种东西啊 这个今天呢都是金属的 大漏勺啊 你到这个餐具店一买 上面都是网眼的啊 打眼的 那捞起来不痛快 我呀小时候啊 我在农村的时候 捞什么最痛快啊 捞饺子 铁丝罩里这么大啊 知青 一百个知青吃饭 锅里全是饺子飘着 啰这一咬子上来啊 这饺子全上来 一点水分都没有 这种铁丝的编的罩里啊 它吝水特别快 这饺子捞的速度越快 这饺子越不黏 你不信你拿勺捞一试试 它被温水稍微的 那么温个几秒钟啊 它都会发黏 那么过去这个 罩里是拿铁丝编出来的 所以有一句邂逅语 叫什么呢 叫吃铁丝 拉罩里 肚子里编的啊 肚子里编的 我们小时候老说这俏皮话 那么北方人呢 过去啊 汤还算有点概念 那羹就没有概念了 我记得我去 我们早年吃菜啊 主要都是卤菜 卤菜里有一道著名的汤 叫乌鱼蛋汤啊 这是北方最隆重的汤了 乌鱼蛋汤啊 搁点白胡椒啊 再不计降一档呢 就是酸辣汤 里头有点豆腐条什么的啊 那酸辣汤跟今天湖南的 胡辣汤差不多 估计都是都是一路子 这南方汤就不一样了 南方汤里头啊 捞出个鸡不新鲜啊 捞出的那个 一捞一鸡爪子 一捞 我前两天喝呢 捞一块这个鸡蒸干 再一捞 捞这块猪肉啊 什么都捞得出来 基本上捞完了这顿饭也就吃饱了啊 而且呢 捞出来那东西呢 蘸点姜油醋啊 特别好吃 因为它烂啊 但是广东人就看不起我 广东人认为这东西根本就不是吃的啊 您就喝那汤就行了 但你真让我喝那清汤啊 我这个喝是挺好喝的啊 但是还真没那么大的感觉 比如广东的名汤啊 五指茅桃猪骨汤啊 黑豆鲤鱼汤啊 党森黄旗炖鸡汤啊 黄金枸旗牛尾汤啊 等等等等 各种汤啊 另一种呢 就是广东人弄的这羹啊 这羹很有意思 羹是粘稠的啊 这个北方人刚才我讲了 最隆重的羹就算无鱼淡汤了啊 那个那个粘稠度 还达不到羹的粘稠度 你比如 广东顺德的这个鱼蓉羹啊 喝起来就是味道特别足 据说特别养生啊 那么更再稠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粥 对吧 粥 这汤变粥了啊 北方人不行 北方人过去除了白粥就是小米粥啊 要不然就是小米跟大米一块熬的二米粥 就这点粥 从来没往粥里加过东西 称死了就是咸菜吃 但是广东人你看 人皮蛋瘦肉粥啊 生滚鱼片粥啊 你看往里割鱼割皮蛋 把松花蛋割这粥里 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但是广东人就会做 做的好吃啊 那么汤的地位啊 在历史上比现在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啊 商朝的宰相伊尹他就以鼎调羹啊 他就告诉汤王治理天下 就像用鼎来调一锅汤一样 讲究五味调和 酸甜啊 咸苦辣都得有啊 得拿捏这个火候的大小 他用这套理论整顿励志 洞察民情啊 这个很有道理 我们其实出国中把一锅汤啊 一锅羹熬好了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吃到的比较好的汤和羹呢 都是到餐馆吃的 家里自己吊这汤啊 费点劲 当然了 北方最有名的还有一汤啊 这汤 有名 相声老说啊 刘宝瑞先生的相子啊 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小叔快听啊 刘宝瑞先生就说了 这汤啊 算是端上来 这汤算是端上来了 就表明了这汤的重要性 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没听过呢 真应该好好听 这是单口将生啊 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绝活 我们全国各地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汤 北方人相对来说做汤不如南方人啊 我们祖国大呀 南方多呀 大家都可以呢 把你们家乡的汤呢 补充上来 我们南北方啊 在过去的时候都特别愿意熬鸡汤 为什么要熬鸡汤呢 补 比如家里有个病人 就熬个鸡汤 有个产妇呢 也熬个鸡汤 有时候熬鸡汤 为了下奶 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喝鸡汤的日子 基本上都是得病的日子 不得病喝不着鸡汤啊 所以可见我们小时候啊 那时候生活的物质啊 是多么匮乏 那么今天呢 我们拿出来这样几件文物呢 去说明一个 说明一个中国古代的 很重要的一个饮品汤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文物知识呢 没法一一的跟大家解释 所以你就要下载官复APP 有上千份文创 以及周边好礼呢 让你抽 等着你抽奖 那么过年嘛 给大家都添点乐啊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有运气 你就下载并注册官复APP 上了首页就抽啊 大怪力你会获奖的啊 我不是忽悠你 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把这个汤喝完了 我们把汤里的东西都收起来 我们一开始讲这喝酒 酒大了啊 就得想办法养胃喝汤 那汤喝腻了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们开始饮茶 解腻 所以这茶是留客的 茶我们讲过很多次啊 过去我在节目里大量的讲饮茶 你看我这杯子里也是茶 那么饮茶我们都知道啊 饮茶的习惯我们有两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唐到宋之间啊 宋代人提倡喝纯茶 唐代的那种 茶变里加杂佐料啊 这种就不提倡了 那么到了明朝以后呢 简化了饮茶的程序啊 就是用壶 壁去茶叶来喝这个茶水 这就让茶叶迅速在民间普及 导致今天全世界人都喝中国茶 这是明朝啊 明初的时候政府做出的决定 叫废团改散 把那团茶改成散茶 这样的话呢 就出现了我们的茶壶啊 我们可以看看茶壶啥样 我们看啊 这是两把茶壶 一明一清啊 这茶壶今儿看着有点过大啊 有点像开茶馆的 才拿这么大壶呢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是明朝 晚期的十大宾的紫砂壶啊 样式古朴啊 古着之极 清代可以看到壶已经做到 同样紫砂壶 抛光啊 香筋 这边都是纯筋的 口都是纯筋的 这种提良苦 茶是中国人对全世界 对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今天世界三大饮料里 茶水为王 这都不用问 全国各地 全世界各地 你走哪都有人喝茶 但这喝茶有点区别啊 中国人跟外国人之间 中国人喝茶 第一件事啊 必须是开水啊 水得热 不能是那温吞水 北京话叫乌土啊 说这水太乌土了 不够热 中国人喝茶一定是恨不得拿嘴吹着点才感觉这感觉好 必须得看到茶叶 外国人不是这样 外国人没学到咱这真谛 他都能想茶包 漆完茶把那茶包扔一边去 这茶上来呢 没茶叶 没茶叶 喝着是茶味 但心里感受不好 东西方差距太大了